Labs的意思是說 從最左邊算過來 我要幾個字?一個字 這樣可能一樣是1 Labs的意思是說 從左邊算過來要幾個字的意思 好,按確定1 好,那把這個再減下來 插入函數 用那個減四語參照裡面的V-2函數 把剛剛的公司貼上 一樣去找什麼?找升等 升等裡面的這個範圍 實際上就是升等 然後第幾欄?第二欄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按確定 不過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居然發生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特別注意 你如果用Labs 抓到了這個字 因為它裡面有數字 也有英文 也有Dash符號 所以這個E呢 它抓過來的話 它會是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那個E是文字 文字 哦 可是 你在升等裡面 它很單純 它是E 那個E 那個E 其實是這樣的E 兩個 雖然你在Esser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呢 看起來一模一樣 但實際上 Esser 會把它當成不一樣的東西 應該懂吧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 也就是 前面那個呢 是 沒辦法做計算 後面的才可以做計算 所以怎麼辦? 我們必須 把Ellaps 抓過來的東西 在 它本來是這個的 要把它轉成 這個 也就是說 把文字轉換成數字 需要用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 在題目裡面有提示 那個函數叫Value 也就是說 你需要再多做一個動作 在Laps的外面 再包一個什麼? Value 你按個V 它會出現 你把它選一下 前刮弧 再到這裡 後刮弧 打勾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我應該懂我在做什麼吧 不過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 不過大家看起來好像 答案對Ellap 不太熟 不過 一個小動作 就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Value 是不知道在哪裡 你可怕 特別注意 因為一般同學 比較容易出錯是 千刮弧 後刮弧 Value 就OK了 好 那這個是一個Value 那當然喔 以後如果 這個 它就幫你轉成這個 可是喔 之前也有同學問到 老師那如果 我又要怎麼樣 把這個 再轉成什麼 轉成這個 怎麼辦 Value是轉過去的 那你要轉回來喔 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函數 叫 TEXT TES 它就可以怎麼樣 你在外面再包一個 它就幫你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文字 OK 所以一個是轉成數字 一個是再轉成文字 你看到四情況 有的時候其實這個東西 只要是字串切出來的 就是文字 當然你這個時候一定要OK 那如果是一個數字 可是你要跟一個字串比對的話 那一定就要用TEST把它轉來轉去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做完了 做完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請各位把組別跟升等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看後面的這幾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